5年内从3000亿到万亿市值 微软公司今年终于挤下了苹果 成为2019年全球市值最高企业 终止了苹果过去7年来的龙头地位 这是该公司自1998年市值登顶后的首次回归 一时间迎来了铺天盖地的祝贺 但当祝贺信息淹没微软员工 公司现任CEO萨迪亚却对这个喜讯只字为题 他表示这个成绩只是一个随机出现的里程碑 而任何欢庆行为都将标志着终结的开始 从萨迪亚的表现我们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意识 微软的危机意识来源于他在过去近10年里的一次次措施 再后比尔盖茨时代他几乎错过了 本世纪初计算领域的每一个重大趋势 手机移动端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 与此同时公司业绩的主要来源Windows操作系统也陷入停滞 这时昔日的科技巨头已然面临一场长期灾难 市值已不足3000亿美元 从3000亿到万亿市值 几下苹果夺得全球最大企业的宝座 微软依靠什么打了如此漂亮的翻身仗 这主要受惠于微软成功转型为云计算公司 在2014年微软战略性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他放弃了与苹果谷歌等在移动领域的直接竞争 选择挪出充分的人力资金 为自己的下一个核心业务铺路 在此之后微软的CEO萨迪亚绝口不敌Windows 他把自己以及全身心投入了云计算领域 而且为了能够确保公司业务重点能够完全转移 萨迪亚发动了一系列重大重组 截至2018年底公司Windows部门被终结 其中的员工们被分拆编入了Ozor和Office团队 今天微软Office成为了一种基于云技术的服务软件 并吸引了2.14亿用户 这个数字超过了音乐播放平台Spotify和亚马逊Promie的用户总和 与此同时微软公司云平台Ozor获得了爱克森美孚 沃尔玛和星巴克等巨头企业的青睐 环球金融家认为微软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 因为你不曾见过历史上还有哪家软件公司 能够在陷入困境后恢复的如此之好 但同时微软的转型还未结束 它没有终止日期 因为互联网时代挑战一直都在变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 关注我们的节目 关注我们的节目